這個修法 它是一個進步的立法 勞動部長郭芳玉掛保證 強調一例一休2.0版最可靠 因為加班費加碼 未來雇主如果要員工 在休假日加班 前兩小時加一有三分之一倍薪水 第三小時起加一有三分之二倍 最關鍵的是未滿四小時 全以四小時計算 四到八小時 通通算你八小時的錢 舉例來說 實行150元的人 原本加班六小時可領1400元 薪製上路後自動補齊時數 雖然只有工作六小時 但會以八小時來給薪 算一算1900 比起救治多出500塊 勞動部想靠這一招一家之量 大家被突襲 所以我們才會關閉協商之門 罷工的話 那我請問你 是不是政府還一聲吟嚇 都全部接受 高額加班費惹怒工商大佬 突襲是2.0版本 沒有和工商團體協調 勞動部就主動喊加碼衝 現在連勞團都不領情 說得好聽 勞方資方都不想得罪 但明明還沒取得共識 30號就要送行政院會審查拍板 還要趕進度 拼本會期修法通過 這不是不排除 是一定上街頭 主管的交通部 經濟部不要再睡覺 七大共產團體 我們不惜 將會也會走上街頭 工商團體和勞團都放話 只有勞動部信誓旦旦 號稱這是進步的立法 殊不知風雨欲來 記者楊氏旭 少爲米SNG小組 台北報導 畫面 達� 平安 平安 最近 邀請 垂